那么第三部分呢 我们就对于传统的零售企业 如果要向新零售转型的话 那有哪些具体的 可以采纳的一些做法 所以在这一部分呢 我们会引入3V11的案例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 人 货 厂 三者 从购 到底是怎么样更好的实现的 所以这张图呢 也是我们欧瑞的一个观点 就是人 货 厂 三者的从购呢 它事实上是一个 不断循环的一个过程 那么最初对于我们 传统零售企业来讲 最擅长的就是货这一段 然后最初对货的管理 只不过是对货的一个全程管理 它整个的管理模式 要发生一些改变 所以像这里面列举了 货的管理过程 从一开始的产品研发 到品类的优化 到智能的预测 到铺货 到门店的补货 到采购 到供应资源的优化 这个到定价和精准的推荐 那么所有的这些围绕着 货的这个全程 一直到货物的下架 那么在这样一个 全程的过程中 我们传统的一些模式 要做很大的改变 一个呢就是预测 预测 我们传统的预测 可能更多的是 完全是看 我有什么样的货 那么它卖了多少 我对它进行销量预测 但是现在的新零售 它更多的 它是从消费者这一段出发的 所以要关注的是 哪一类目标群体 以什么样的流量过来 然后最后转化到 我们什么样的货上去 如果在没有这样一个 很精准的数据的前提下 最起码要做到 跟厂有关 就是我们厂这一面 不同类型的门店 那么它的商品结构是不同的 那么这些不同的商品 不同的品类 在不同的门店主里 卖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么需要进行仔细的运算 那这方面做的比较好的 就是优浴库 优浴库呢 它不像Zara这样 是一个完全的 快速的敏捷的反应 它事实上也是在销售季 来临之前三个月 才开始进行生产的 但是呢优浴库呢 就是它初期在中国的发展 其实非常缓慢 那它非常缓慢的一个阶段 它在做什么 它就是针对 它每开出来一个门店 再仔细的去看 单店到底怎么最有效的 进行货物的一个组合和搭配 然后单店它在运行中 销售季节初 季节宗 季节末 到底会发生哪些东西 好卖和不好卖 怎么样通过陈列 价格的调整 去进行改变 所以优浴库也是在 整个的服装行业的售清率 也是非常高的 它基本上售清率 都在90%以上 国内的企业能做到80%的售清就已经是很好的 当时也只是把货跟厂之间的匹配做好了 也就是电货匹配做好 对于优衣库这样的企业来讲 像它现在就是非常关注人 它现在在门店里也设非常多的自动的导购屏 做非常多的对人群的这样的一些分析 和对人的这样一个推荐 所以基本上 它在人这一块关注更多之后 那么它门店的转化率 也是提高了15%左右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新零售时代的人货厂三者的一个重构 它对于传统的零售企业来讲 面临着货的管理思路要改变 然后货跟店之间这种匹配的规律要去寻找 所以优衣库和迪卡农这样的企业 在中国的发展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初期非常非常慢 就是在找规律 找到规律之后 我们的企业在关店的同时 他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店 就其实它找到了 它自己增长的一个有效的一个方式 然后将人再纳入进来之后 那么会更好的去实现 人在货上的一个整体转化 所以这是新零售环境下 其实人货厂的一个重构的 这样一个实现的路径 当然对企业的 它的数据部门也好 商品部门也好 它的组织结构也好 其实都带来了很多挑战和变化 所以我们接下来以7-11为例 去看一下人货厂在重构过程中 7-11是怎么做的 7-11确实是应该说是全球最大的便利店的一个连锁店了 它在全球其实拥有6万多家门店 但基本上都是加盟店 所以说也是打破了国内的很多的零售企业 认为光加盟不直营 这个基本上是走不通的 那么其实7-11从一开始就都是加盟店 但是它到底是怎么做到 它只有8000人的这样的一个员工 但是它的人均的年利润可以到120万元 跟我们的阿里的人校是完全齐鸣的 它能做到这样的一个人校 以及它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毛利 基本都是在30多往上走 整个的毛利率也比较高 净利率也非常高 所以能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那么也是因为7-11非常典型的 就是它很明确 它的愿景是做消费者的代理 所以它所有的组织结构的设计 刚刚看到的人货厂的贯通 它全部都是从消费者这一端开始出发的 它很明确它的店平均就在100平的门店 然后有这个2700种到3000种的商品 所以基本上每家店的品类的构成 都是有自己一定的规律的 所以主要像加工食品和快餐食品 基本上就会占到六成 新鲜食品会占到10%左右 其他的是一些非食品类的快销的产品 所以它对于每家店的规模 和每家店的这个食品的构成都很清晰 库存周转率非常之惊人 一周多一点点的时间 所以是整个的门店的库存就非常非常低 仓库的库存也很低 然后它在新鲜系统上的投入 累计投入 经过了六次的新鲜系统的迭代 基本上折合人民币的话 是接近300个亿的这样的一个IT投入 国内的零售企业跟这种新零售企业 在IT投入上的一个很大的差异 像优移库在中国的话 基本上每年的IT投入也是不会低于2000万的 就都会有巨额的IT投入 去支撑着新零售里面的 每一个供应链的环节的智能的决策 同时能够捕捉更多的消费者洞察的数据 所以基本上都在这块会有很大的投入 那么711也将自己的这一整套的新鲜系统 它也命名为需求链管理新鲜系统 总结自己是一种数据为主导的 然后由总部来进行支撑的 这样一个精准服务的一个竞争优势 这里是711的整个的信息共享 和全链条可视化的一个图像化的一个展示 那么711前面说了 它全部都是加盟的门店 这么多的加盟店它到底怎么管理的 那么711是跟所有的加盟店 会做这样一个承诺 就是基本上门店只要加盟了711 就意味着你的营收和利润都是泛泛的 就是它原来是有很多的 类似于我们国内的这种 小型的区域型的这种超市 小超市那么它都收编过来 都收编为711 上面的两张图呢分别是总部做什么 和各个门店做什么 那么能够很明显地看到 总部在做的事情 就是所有的商品的研发 而且研发出来之后 总部会将这个商品 为什么是好卖的 以及这个商品有哪些特点 你应该怎样跟客户进行推荐 它的整体的生命周期 包括门店如果补货的话 建议补货量是多少 那么总部全部都会制作好 所有的相关信息会传达到门店 而门店这一边呢 会把它了解到的 一手的消费者的信息 都输送上来 比如说有顾客进来 可能会问说什么样的商品 店里有没有 如果没有 门店一定会把这样一个信息 传到总部 让总部去考虑 是不是研发这样的产品 那么来店购物的所有的信息 它都会在POSE机上 通过快捷键 全部都会进系统的销售记录 也就是什么样的货 被什么年龄的 什么性别的人买去 那么全部都会有完整的记录 店铺周边是不是开 比如说如果有小学的话 那么是不是开运动会 是不是有村游 那么是不是影响了 我店铺里面的 某种便携式的香肠的销料 那么这些门店的信息都会反馈 还有像老年活动中心等等 都会反馈 以及周边的竞争门店 比如竞争门店 现在搞了一个活动 或者竞争门店开业了 竞争门店有一些特别的一些休息日 或者一些其他的情况 那么它全部都会记录到新系统里 所以这个时候它的门店 就将最前沿的一线的信息 毫无遗漏的跟商品有关的 跟人有关的跟影响需求有关的一些影响因素 全部都会记录到系统里 全部都会记录到系统里 供总部做需求预测来使用 所以这个时候总部 它事实上会专门有一个分析的部门 会对商品的销售的动向 商品的唱评质 那么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 举个例子 比如说它对于某个商品 那么它认为消费者对它洗心厌旧的周期大概三个月 也就是这类商品卖了三个月之后 肯定要更换新的 那么在三个月之内 那么它可能对这类商品 可能上线了十个品种 那这十个品种里面 哪个品种好卖 哪个品种不好卖 那它也是跟前面表述的河马很像 它几乎每周都会做 畅销和评销滞销的这样的一个分级分类 所以当连续几周是滞销的话 这个品种就有明确的淘汰机制 所以这个是整个的7-11 在去推进它的人货场重构的时候 它其实是相当于 布了非常多的点去收集信息 那其中门店 就是它一个很关键的最前沿的信息 然后总部这边承担了非常多的分析的功能 商品的这种开发功能 商品的推荐功能 所以它的总部通过下面门店传递回来的信息 和根据销售的一些动态 总部的指示会详细到什么程度呢 会详细到这家门店 比如说饮料 那么早 中 晚 你的陈列应该怎么调整 全部都会给出来 然后门店只要按它的指示 来去做就好了 这些全链条可视化的信息共享平台 之所以能够实现 那么也是得益于7-116次信息系统的迭代 所以它基本上是每5到7年 就会进行一代信息系统的一个迭代更新 那么看这张图片中的前两次 基本上跟我们现在的零售企业在做的情况差不多 可以理解为ERP WMS POS系统 这些全部都有了 那么从第三次开始 它整个系统的管理的颗粒度 全部都到单品 这个当然是跟便利店的业态是有关系的 它会比较深化它的一整套的单品管理的思想 因为它基本上每一个品类 只会选有限的品种 所以它是每个品种都管 这样能够快速地进行刚刚所说的 滞销品要进行删减 然后增加这个畅销品的一些品种 那么从第四次开始 它其实就是在做新零售这块所说的自动补货系统 这一块呢 目前阿里在做的零售通和京东在做的新通路 包括京东跟很多品牌商的这种合作 在合作一些协同的计划预测和补给 那其实在做的事情都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相当于是7-11知道了下面各个门店的实际的一些销量的变化 那么它会通过一定的销量的 有的是预测的运算 有的是它的一些销售的频率 销售的常见的量的这样的一些运算 那去给到门店一个自动补货的一个建议 然后建议门店这样的货品应该补多少 所以现在的京东和阿里给很多的无数的夫妻老婆店做改造之后 那事实上都在想做这件事情 帮这些店直接进行自动的补货 所以这个也是7-11其实在它的第四次的这个信息系统的升级的时候 就主要在做这件事情 而且着重在改善订货的精度 就是怎么能够让订货越来越准 而且把库存控制的又好 相应的门店又不缺货 那在做这个这件事情 第五次的时候 在做的是上下游的供应链的整合 就是所有7-11要搞的促销的活动也好 7-11下一年度的这种门店的这种扩张也好 那么都会反馈给工商 供应的这个品种或者这个品类的商品 整体的量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然后以及每个月每周 甚至于每天所有的生产配送等等的这些量的这个计划 那么都是由7-11来进行信息的共享 计划的共享 然后来指导工商进行有效的生产资源的准备 指导工商按照7-11的要求 给他的配容中心供货 所以7-11也有一百多个配容中心 所以其实里面的计划还是非常复杂的 叫工商的货物过来之后 要进他什么配容中心 然后呢他再通过刚刚的这个第四次迭代 做下来的自动补货系统 知道进了配容中心之后的货 又怎么样快速的补充到每个门店去 所以这个是他第五次迭代非常强调的一个就是跟公链的一个整体的协同 他最后一次迭代呢会比较关注的是大数据这一块 也就是我们今天阿里和京东腾讯都很关注的一块 就是把这个门店周边的消费者的数据怎么更好的跟门店内部的铺的产品 或者说更加合适的商品研发的一些方向之间怎么更好的刮钩 包括天气的数据 所以在311的天气数据模型是构建了很多年的不断的训练 无论是温度的升高一度或者降低一度 对不同的饮料产品的影响 还是湿度的一些变化对一些产品的影响 他都有自己的背后的一整套的模型的一个运算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311作为一家 看上去很多实体的门店不是自己的是加盟的 配容中心不是自己的 是自己的第三方物流合作商 工商也不是自己的 只不过跟自己建立了很深的捆绑关系 大家共同来研发产品 共同来提成 都不是自己的 但是就是整个的数据和整体的计划 全部都是自己的 这一整套的商品的研发 支撑商品研发的数据都在自己这里 所以它会有非常明确的商品的研发的方向 然后呢 它的工商跟它之间是完全的利益共享 然后下面的加盟店尽管不是自己的 但是只要跟着711往前走 它基本上能保证门店卖的这个所有的货品 就是你周边的消费群体很喜欢的货 并且呢能够帮助加盟店的收入非常的稳定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整条产业链上面是完全的是一个供应状态 每一个人加进来都会加大这个产业链的规模 但是与此同时呢 这条产业链就是很良性 各方都赚钱 各方都是供应的 完全的供应 所以这个就是新零售时代人货场的一个想要突破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点 我们讲新零售它很好 它相应的能够洞察人的需求 能够开发相应的适合这个消费者的货 但是作为零售企业也不能不赚钱 作为工商也不能不赚钱 作为下面的门店也不能扛不住租金 人力成本等等的上涨 那最终这个赚的钱到底从哪里来 就还是需要像7-11这样 真正的人货场的从购 有一定的IT的支撑 这个支撑的就是有一整套的 获取最终端的消费者偏好的所有的信息 然后总部要有非常强的一个获取信息之后利用起来 把它利用到商品的研发上 所以它的自由品牌的比例非常高 然后呢控制住所有的风险 不断的加快畅销货的周转 淘汰自销货 所以它的自销的品种几乎就一直在做淘汰 所以一年到头能淘汰70%的品种 但是它也不断的在上新 然后来撑住每家门店的合理的营收毛利和利润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整个在新零售这种数据和IT技术支撑下的 这样的一个人货场的一个重购过程 当然也有配套的组织结构的设计 所以它的组织是非常精简化的 只有三个 商品总部 营运总部 物流总部 物流就是指导这个第三方物流服务商 营运这边主要就是帮着管一些门店的整体的一些管理 然后商品这边就是解决商品从头到尾的管理 从商品的研发开始 一直到商品的配货补货 库存的控制 那么全部都在商品总部这里 所以门店在这个过程中 只要负责收集所有的信息 只负责对于商品总部提供的一些建议 它可能做一些验证 验证性的工作 所以更多的 那么它就是听从商品总部的建议 除非总部有一些 它没考虑到的最终端的消费的偏好 和最终端的一些消费的特点 那么它可以提出来 所以这个整个在7-11的主资运行过程中 也非常简单 职能也非常清晰 所以同样很清晰的就是 刚刚提到的忧郁库 忧郁库也是这样 就是一个大的一个计划部 所有的计划都在计划部里面 从一开始的这个商品的一些最初的一些企划 就是多少上新多少推市 那么到这些商品它的销量的预测 然后商品怎么扑货 扑到哪些门店 怎么补货 以及工商那头怎么安排自己的生产计划 和物流的计划 全部都在忧郁库的一个大的计划部 另外有一个很大的部门呢 是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落地执行的部门 所以这个时候里面的生产啊 营销啊 全部都在这个这头的执行部门 所以就两条线 计划线跟执行线 两条线相互较演 然后不断的也是驱动 计划那边去建各种各样的 每个环节的一些决策模型 然后不断的进行优化 所以像忧郁库的门店 也能够做到它的某个 比如说某个T恤衫 那么突然发现小马卖的比较多 它会马上让这个店员去核查 到底什么样的原因 那可能查下来 这是一款男士的T恤 那它的小马卖的多 可能是因为它的款式 女孩也很喜欢 所以会有更多的女性来购买 所以这个时候 它应该很快地去出一个女士的T恤 而不是去把男士的这个尺码的这种配比 调成小马比较多 所以这些都是它在具体的计划的过程中 它会碰到非常多的零售的场景 它会不断地建模型 不断地支撑每个场景的一些关键的业务决策 所以优衣库的一些忠实的粉丝都会发现 说同样的一款服装 今年买跟这个去年买 这个尺寸和穿上去的感觉 可能都会有些差异 因为它也是不断地在观察它的销售动态 不断地反馈到商品的研发环节 请研发环节重新地去修改一些尺寸 让它更加舒服 更加和身 像这里面的捕获策略等等 这些都是往下的一些细节展开 就是它在做整个的 每个环节的智能决策的时候 新零售时代的要求非常非常细 也就是它之所以能够 一代一代的新一系统研发 就在于它的新一系统 能够对于每个产品 应该用什么样的最合适的策略 全部都有非常定制化的计算 所以不同的产品 不是用一刀切的方式 也不是很简单的 切几个粗线条的方式 而是它基本上不同的品类 怎么样的进行补货 怎么样的去判断它的 好卖和不好卖 都有一整套的模型去跟踪 所以库存周转的又快 这个最后产生的 单质库存又比较少 所以像这个价格也都是很配套的 在7-11里面 高温加工的食品 只要超过四个小时 它马上就开始进行打折 就要考虑它相应的侵货 像忧郁库里面 只要到了积末 那么很多的指标就会压给店长 在最后的时刻 你是可以有一些调价的这些权利 只要能够将库存 进行一个有效的消化 thì会讲叫做一位 在这种荣迹 看第一的话 以止 我们官方的